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在这一次回答的GPU技术大会GTC 我觉得最主要的亮点 就刚刚讲到这个CU-Lyso 这个软体库 其实跟台积电跟台湾是最有关系的 至于说 辉达所推出的新的GPU的技术 绝对可以加速AI的发展 因为现在AI的发展 大家主要聚焦在内容生成的部分 就是说语言的模型的部分 大型语言模型的部分 LM部分 辉达的GPU 新的技术的推出 可以在这部分更加一把劲 那跟台湾最有关系还是这个CU-Lyso 这个CU-Lyso 其实我觉得对台阯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尤其是要跨路两奈米 那黄仁星在这一次的技术大会上 他透过声明稿 他是这样讲 他说晶片产业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产业的基石 他说有鉴于围影技术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就围缩的技术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所以辉达决定推出 这个CU-Lyso的资料库 跟伙伴台积电 ASMO 还有新思这些公司来合作 让晶圆厂的产出更有效率 也可以替两奈米跟更微小的制程打下基础 就要跨路两奈米 其实在这个资料库的部分 对这个代工厂来讲非常关键 那辉达其实是跟台积电 还有ASMO来合作的 那根据外电媒体报导 这CU-Lyso资料库的负责人 他在媒体电话会议上是讲说 他虽然没有办法对挥达的软体定价策略 或商业模式做出具体回应 但是这个软体的资料库 绝对可以在关键处协助晶片制造商 此外 黄文轩也讲说 软体资料库可以让内建500颗挥达的 DGX-H100的GPU资料中心的工作量 可以媲美内建4万颗CPU的系统 这个实在是蛮惊人的 这个可以减少用电跟空间需求 也可以降机对环境的冲击 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之类的 那同时运用这个软体资料库的晶圆厂 可以把每天光照的产量提升3到5倍 那用电量会比当前的模组要小 要少这个9倍 也就是说呢 他举了一个具体的时间 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具体量化 说到底他对这个代工厂 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他说过去要花两周时间 才能完成的光照 现在只要一个晚上 就可以制造出来 那对这样子的发展 台积电的总裁魏泽家 也说了 就透过声明稿说 他说这个CULYZO的团队 在加快运算围影技术方面 有了令人钦佩的进展 方式是把昂贵的运作 移转到GPU 最新的发展 为台积电开启了新的可能 同时更广泛的部署 反向的围影技术 跟深度学习 这些围影解决方法 而对半导体的缩放延续性 做出重要贡献 因为毕竟围影已经到了物理极限了 所以在物理极限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透过其他方式 去再往更小的一个 比如说两奈米 然后更小的一个制程发展 这是在整个 我觉得这一次对台积电来讲 为什么台积电股价大涨 其实跟这绝对有密切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现场的是 当中大学财务中学系的段超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木王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段老师 这个今天 今天晚上 明天的清晨 美国联准会 要做出最新的利益决议 你不晓得您怎么观察 那这个 最近一连串的金融 银行的问题 跟这个联准会的利益决定 会有绝对的关系吗 我想应该是 有很大的关系 原本预期是要升两码 那现在好像是几率比较高的 还是升一码 那当然这个是 有人讲是说这个联准会的三困难 三难 所以要解决银行 又要解决经济衰退 又要解决他的债券的利率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这个决策的话 今天也就是说明天清晨四点钟左右 大概我们就知道一个结果 但是他的结果的话 我想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 这个是影响非常深的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 这几次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变化 那产生的结果 大致上冲击比较大的 应该会是债券 再来才是股票 所以我想这个如果升息的话 对债券当然是价格是不好了 那当然如果说站在股票 再重评估的一个价值来看的话 那你利率如果提高的话 那所有的股票都要再往下再修正一次 所以这个利率上升的话 其实对美国国内自己的冲击也非常大 你看现在贷款利率非常非常高 6% 对啊 房贷6% 房贷6% MBS已经来到这个历史性高了 所以基本上像美国的家户的支出的部分的话 也越来越高 所以到底是要压通膨呢 还是要救这个金融 这个费的真的是陷入两难了 好 刚刚讲到房贷的部分 现在目前美国的房贷利率 从7%稍微回降到6% 但是还是非常高 这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最新的数据 二月的陈污中值 就公布出来他们调查的结果 二月的陈污中值全美 年比已经下滑0.2%的幅度 你说它才跌0.2 事实上它月比已经连续下滑 大概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 从去年的六七月 就一路的月比下滑 直到二月出现的年比下滑 那年比下滑跌到多少呢 跌到36,300块美金一栋 这个是均价 那这个是2012年 二月来首建的 等于说是十年来 首次建到美国房价出现年比下滑 这是很罕见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真的太高了 对啊 现在房贷利率升到这个 6%到7% 谁带得起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买房的意愿就下降了嘛 那房价当然就自然就撑不住在高点 那另外刚刚讲到说 今天晚上到底 明天清晨了 联总会的这些大佬们会怎么做决定 美国的大银行 大致上大家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高盛说不升 同时呢 说不升的还有富国 富国跟高盛这两家银行说不升 另外呢 最激进的是野村 这个野村说会降一码 那维持说过去大家认定的这个生意码的呢 就是有巴克莱 美银 还有德意志 还有大摩跟小摩 这些银行呢 是认为说是生意码 所以看起来这个用脚投票的结果 是生意码的几率比较大嘛 因为 1 2 3 4 5 6 6家大行说生意码 两家说不升 那就一家这个 大的投资机构呢 说是会降息 那当然联总会看风向也知道生意码嘛 是啊 当然会不会来个惊奇 生个半码就好了 这不可能 所以我想这个 生半码 对啊 生半码 那就这个仿效央行 对啊 因为你看短期间 短期间这个银行倒了三家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情景 有没有可能会这个跟2008年内市金融海啸一模一样 有人在形容啊 也就是说当时的金额跟现在的金额当然是无法去做比较的 但是如果说把这些金额再加上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杠杆操作的话 这个杠杆操作如果说再把它放大的话 搞不好跟2008年2009年那个金融海啸的金额是一模一样 所以很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不是我们单纯的可以说 我们用本金来来去换算啊 所以如果以金融机构目前持有的这些杠杆金融商品的话 这个再放大的话 这个已经经历过大概15年了 15年的杠杆商品的话 那个倍数之大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评估 那当然对台湾投资人来讲 第一个被中的就是那个AT1 Cocobomb 那个Cocobomb今天国泰金已经证实了 他们的财富管理 这个有16亿台币的客户买到Cocobomb 我看这个整个不止了 整个不止 这只是国泰金现在目前这个承认的了 那段老师这个利率上升下降 会是我们在投资上很重要的评估因子吗 我觉得大致上来说的话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又不去借钱 那不去借钱 我干嘛跟利率会挂钩说 我如果去借钱买股票的话 可能会变贵这样 那当然我们这个利率的话 基本上是由公司面来去参考 也就是说公司要去借钱 去经营这家公司的话 它的成本就会往上窜 那各个经济景气 如果利率在往上升的话 所有的成本面都会往上抬 那物价一定会会在进一步往上升的话 那物价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我想每一个企业也都会承担不起这种风险了 那当然这种风险的话 唯独那也就是对股价是一个负的负面的一个情况 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物价这个失控 所以我想这个负的当然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到底会不会升息 我想如果他是考量到说物价的因素会大于 这个已经调控 已经控制住了那些银行股的话 我想应该会升一马 那如果说他觉得说那些银行股的话 还有一些风暴存在的话 恐怕会升半毛 我们接下来讲说 怎么用五英子模型选台股上市公司的方法 这个也蛮有趣的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五英子 对不对 还介绍了一档美股的ETF 那如何运用这个五英子模型呢 带入台股 今天段老师会来在下一段跟各位来谈 这个五英子其中没有包括利率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上个礼拜段老师讲过 讲完这个五英子之后 我就跟段老师讨论一下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五英子模型 这个带入台股 就看一下是不是也适用了 有跑出一些个股这个数据 当然这些股票不代表建议大家去买 只是我们说用这个五英子模型带入之后 我们看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部分先请段老师先讲一下 我们整个模型设计的这个情况 还有数据跑出来的状况 当然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是说 因为ETF有一档 就是在美国AVUV这一档 那这一档的话 它是利用五英子模型的话 去挑选美国的股票 那似乎它的报酬率似乎还不错 那也就是说它挑选的结果 就是挑这个被低估的 被五英子低估的股票 那被五英子低估的股票的话 这个模型似乎好像一定要有财务专人 来去做一些test的情况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现在看到荧幕画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英子的话 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估计 也就是方程式里面的那些细数值 那这一段期间的话 用的是两年期间 也就是2021年3月3号 到2023年的3月3号 周资料 也就是周资料 大概105笔的资料 一年是52周 周资料 去估计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模型里面的 那个细数值 也就是说变数 我们都已经有了 已经估完了 变数跟细数值 那细数值估完之后的话 第二步骤 好 那就拿到上个礼拜五的周资料 那这个周资料的话 把这个真实的报酬率 对应上五英子的数据 把它带入这个模型 也就是用第一步的细数值 我们可以求得出 这个模型的真实 模型的报酬率 所以如果说真实的报酬率 超过这个模型的报酬率的话 那这个alpha值就是大于0 那如果真实的报酬率 低于这个模型的报酬率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alpha值 是负的值 所以简单来说 这有点AI 对 简单来说 我们这叫个股生成模型 所以白话讲一点的话 我们用两个 也就是说三个变数轴 因为它这个总共有五个变数轴 那如果是五个变数轴的话 图形是画不出来 我用三个变数轴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模型的话 不只是平面 是曲面的意思 如果个股 它的报酬率掉在这个平面之下的话 那就是被低估 那问题在于说很多人 相不就是你投资人相不相信这个模型 基本上这个模型的话 是登载在我们财务学界期开里面的 Top 1的那个期刊 那个期开的话 基本上我们台湾人 有登上了那个 那个篇数的话 都数得出来了 所以如果说依照这样子来 是哪位大神 这个通常都是 都是那个最大的内奸 最大那个大神的就对了 对 所以如果说用3月17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五 我们用台湾50成分股 因为它挑选出来 大部分都会是小公司 那小公司如果掉在台湾50的话 又非常少 因为台湾50都是大公司 那如果是大公司的话 我们用台湾50来看这些α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说 似乎好像这些α值的话 也有一半是负值 那也有一半是正值这样子 负最多的就是CDKY 对CDKY 负到10.5 对 那当然有很多人不相信 说到底用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那是不是用技术分析 大家都觉得说 是不是要低于周线 或者低于月线 这个进场的模式 可能会比较加一些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是不是有低于周线 似乎是 也就是说越是负值的话 低于周线的可能性就越高 那如果高于 也就是说α值是大的话 它低于 也就是说它低于周线的 也都会 但是低于月线 所谓低于周线 是指它现在目前的股价 低于周线还是 17号 17号当天 17号当天的 股价是低于周线 对对对 低于周线 或者是低于月线的 那当然台湾50指数的话 是不是有外资买超 似乎好像外资 比较偏好于α值 是大于零的 所以外资 它反倒是去买强势的 买高估的 那高估的 是不是这些外资 是把它拱起来的结果 这不无可能 那再来我们来看 蛋生息机身蛋 对对 我稍微念一下 台湾50 我们那个图形 对好 那大家可以 因为我们广播听众朋友 不知道我们念一下 α值最低的 是系列KY 那另外是万海 之后是万海 然后华硕 中信金 富邦金 开发金 华南金 国泰金 永丰金 玉山金 和库金 很合理 因为最近金融股都跌很多 另外国具 赵丰金 上海商银 张银 第一金 元大金 大力光 大力光我就比较尬译 还有 台信金 是个人的意见 不代表公众想法 还有 台数 台数化 台达电 和泰车 太风 台泥 那高的 超过0的 α的有 最高的 亚德克 KY 你看涨多少 瑞玉 华星 星星 联发科 中钢 等等 大家自己 可以在 如果是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 想知道这份资料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 698的官网 我们都会把资料放在上面 对 那当然 这个是台湾50 成分股是有带 也就是说带入所谓的流动性 跟他的公司大跟小 那这个模型的话 比较偏好小公司 而且比较偏好价值股 那如果我们把全体上市公司的 α值最低 把它从最低的值排到 这个第20名 那我把这些资料 这个现在在这个画面上面 应该可以看得到 最低的α值 目前上市公司的话 最低最低一名 也就是 Lasto的 那是泰福KY 这是最低的 那是不是低于周线 低于月线 两者全部都是 那我们再把那个圆域跟静宏 这两档公司 因为他外资买超媒资料 再把它排除掉 那我后面再多补进来三档 那当然这些公司的话 是不是适合买入 我又把成分股 是不是属于T100 或者是T50 登在最右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 CDKY是目前在上市贵公司里面 α值 从后面数过来的 是排第14名 也就是负值的 那当然这个有一些 投资人可能不胜 这个是这个理解 这个是被五英子低估的股票 但是他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只能说 把外资是否买超 把它带进来 那是的 我上面就登了一个是 反而我们看到T50 这个系列KY 外资不是买超 是卖超 那如果我们把 他们2022年 因为最近的年报 已经快要完整的揭露了 我再把这些年报 再把它补上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低的 这个α值 2022年的年报 再把它补进来 也就是刚刚α值 从最后一名排到 第20名的话 那这些公司的话 我是否有看到 好像是有几家公司 似乎还蛮有潜力的 如果依照2022年的财报 来看的话 那当然同心电 它每股现金流量 来到26.13块 这个蛮错的 蛮不错的一个 非常亮眼的这个数字 这是2022年12月的年报 所以有很多公司是空白了 是因为他年报 还没做完 那另外几档的话 大概如果说是全部都是正值 也就是这几个财务报告的指标 都是正值的话 那我就用红色的把它框起来 例如说1475的夜望 那再来是同心电 6271的同心电 也就是这六个财务比率 它都是非常亮丽 也就是都是正的 8210的秦成 跟1720的升达 这个都是在排名α值 最后面20名以内的 好 以上我们刚所讲的个股 都只仅供大家参考 并没有建议各位去做投资 这个投资一定有风险 还是要提醒大家 同时注意金融诈骗